王嘉尔被批不敬业,接了太多综艺却没有一档能全部录制完 这些年,王嘉尔频繁地亮相在各大节目当中 因为自身的综艺感太强,都让人有些忘记他曾经是一个歌手的身份了 很多大大小小的综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比如《跑男》《极限挑战》这样的热门综艺节目里,他也都参加过 但是可能是因为接下来的综艺节目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这也让王嘉尔有些分身乏术 就像之前接的偶像练习生,在前半部分几乎每一期都能看到王嘉尔的身影 但是在后半部分就没上过这个节目了 而一共只有八期的热血借务团,王嘉尔甚至缺席了两期 这也让陆寒一个人好尴尬,团队的士气也不如另外的一对 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,其实节目真的可以少接一些 如果一次性接的太多,之后录制的档期除了问题 一直频繁的请假或是中途退出,这样真的很败坏录人员 如果真的是因为档期的问题,可以不要接这么多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